迪英最悲伤的一天 生日前夕求见孙安佐 安佐是迪英与孙鹏的独生子,在美国当交换学生,却因一句恐吓玩笑话,成为国际新闻焦点人物,遭美国警方指控涉嫌恐吓威胁遭待补, 目前人已在George W. Correctional Facility,George W.矫正监狱,等待审判 纽约海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副处长杨光斌日前曾透露,孙安佐心情平静,且可欲有互动家 在事件爆发后,迪英与孙鹏隔天立刻赴美就字,传出夹大前聘请王牌律师罗伯特,二日获得点狱长特别许可,在律师陪同下首度前往监狱探监时,夫妻俩一见到孙安佐穿著球衣的模样,当下情绪都相当激动,忍不住心碎落下难过泪水。 回顾迪英去年生日时,还开心在脸书Boo文表示 昨天是我的生日,我老公儿子我们你家三口一起过没有邀请朋友,老公送给我一个手还非常开心过了一天很特别的生日,我的生命里有他们俩父子我就拥有全世界了。 还贴出和孙鹏合照,孙安佐虽未入境,但迪英喜悦骄傲之情易于言表。 迪英和孙鹏因为儿子孙安佐在美被起初有大量弹药与枪支,被美国警方逮捕至今已经21天,而全案将在下周三开议审庭,而美国时间周四是例行探监日,刚好是迪英生日前夕,对照去年一家三口开心欢度的模样。 今年的迪英就被说是最悲伤生日。